鬼惯的那个呢 其实以前呢 我们就看了很多像 威斯里那样的科幻小说 他们就用几度空间的理论去解释 比如说在不同 当然不是我们小时候都说 大家很怕鬼吗 小时候很怕鬼 但鬼其实某种程度 它可能是另外一个不同空间 你可能就刚好在某种程度频率上 比如说有人说你比较低频 你比较容易搭到了 你那种电子 你就接触到了 你可能就有那种感应的不一定 对这是某种程度 但是这个梦的 这个意识就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至少呢 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开展出来 你看大家现在在预测 比如说五十年以后的未来 不要讲五十年 我们讲二十年好了 就是大家就说 现在以后小朋友学习 可不可以不要那么辛苦 你不要背那么多单字 直接植入 你直接植入 比如说差一根什么东西 你就突然间会六国语言了 或几国语言 这个真的还有人在讨论 可是这个有 不一定每个人的受欢迎 像那个电影 看完之后很多朋友 包括我 一看到就很怕 很怕说 老天啊 以后千万不要真的有这种工具 一插入就可以进入我的梦境 或者我进入你的梦 你想一下 我们每天生活 活着张开眼睛 许多个钟头 难免跟人家打交道 把生命 把时间分给别人 那做梦那八个钟头 Please 留给我 你不要来侵占我 不要也把我在你的梦里面 把我拉进去 你千万不要进入我的梦 让我在我的梦里面 当一个独裁的暴君 爱怎么着怎么着 对 我爱怎么堕落 就怎么堕落 爱怎么高尚 正直 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我是很怕的 你说未来学的 Coco一直强调 未来学 老天千万不要出现这种东西 你的意思就是一个 专属的私人空间 这恐怕到时候就成为 在未来当中 人的唯一的一个专属 这个一直在争辩 就我们一直在讲说 到底科技是不是来自于人性 就你有很多科技 现在的很多设计 就是取决 我们希望可以让人类 是不是更方便一点 去达到更快速的一个目的 但是当科技如果发展到 很后来的一个结果 它会不会走向一个变态 就所以现在有很多人 在这种科技崩溃 濒临爆炸的时候 我们要回过头来 回到原点来想 到底我们人 我们的生命 我们灵魂的意义 它到底是应该是什么 你要借助这些吗 都要借助这些 就以后我们大家吃饭 是不是就 我跟你要交谈 我们两个不要讲话 我们就接着电线 只然后呢 比如我要和你约会 未必那个 比方让我买 我也会挑的 我也会挑的好不好 好 向三瑞琦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龙驴凤凰剧场 杀人洞悉是为了什么 陈欣 救人理由又是为了谁 是阿力救了那个孩子 12年前就给消失的人们 将重新牵动调查队的命运 很以为是结束 却是个开始 别巡检调查队2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思想 构筑未来 终于终合 传承世界品质 祈福品质生活 广汽传奇 听他们说 说这部电影是内地比较少见的 没有被全给 没有假的 比较完整 说为什么比较完整 因为大家看不懂 好像不明白 但年轻人看得特别多 年轻人也担心的 我有好几个年轻的女性朋友 他们看完这部片以后 都嫌弃他们男朋友 因为他们男朋友都说看不懂 都问 出来都问他讲什么 那么你他们看得懂吗 女孩子看得懂 女生可能看电影 做什么事情比较专注 那事情其实 这个电影没有太难懂 问题是要你很专注的看 你特别在前面 那半个钟头 假如你稍微分神 可能男生 跟女朋友看电影 当然难免分神 非常忙乱 然后前面半个钟头 少有两分钟 三分钟 我们是过来的人 这个就没看到 没集中精神 那就跟不上 然后出来以后 还傻瓜问女朋友 你不懂你也装懂了嘛 那就算了 还问女朋友 到底讲什么 他被那个女朋友嫌弃 我是碰到很多这种情况 所以说另外也有人讨论 这个电影 很好玩 做梦 你进入我的梦 我进入你的梦 这种情况 其实跟什么一样 Coco 跟我们玩Facebook 一样的 跟上网是一样的 甚至玩微博 玩那些是一样的 你一个人玩不好玩的 你假如 为什么Facebook 微博 比什么 以前的 Blog 博客 那些 活动 把博客那些超过了 压下来了 为什么 因为博客变成你个人的独白 可是Facebook那些 完全就变成说 好像一个梦 我自己做一个梦 邀请你加入我的梦 你可以来我的Facebook 留言 还跟我互动 等等等等 来comment 来评论 我也可以进入你的Facebook account里面 来评论等等 其实整个版纸上面 这是我来做一个梦 邀请你进来 你做一个梦 邀请我进来 我听明白了 你例如说 梦中交往 对 简称 我不晓得 简称 这个就是最大的快感 最大的快乐在这里 所以年轻人是看得非常开心的 他是 网中有梦 网中有梦 对 梦中有网 所以如果照 这样子一个逻辑推演 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网友 他用Twitter 用微博的方式 然后甚至Facebook 还结为连礼 那像他们这种 彼此这些梦境的交往 可能就是达到像电影里面讲的 更下一点 更深一点的层次 才有办法这样子找到对的人 那如果这样的 岂不就像我们曾经说 推测未来人 就是他的身体大脑袋 然后身体越大越小 为什么 因为他主要是 更多的精神生活 就可以了 不必常见身体 因为大家如果要 真要是说是 一天在梦中去交往 我梦中交往 没有必要上网 没有必要在现实生活中交往 那我不需要城市 不需要楼宇 什么都不需要了 还是需要马老师 可是他不吸汉 需要跟吸汉 是两个概念 像那个电影里面 有一个令我蛮感动的 就是他们找一个女的 来加入这个团队 先给他试试看 梦中交往的感觉 把他弄得非常怕 他说 我不知道就 这样太恐怖了 就走了 走了之后 那个男演员呢 就说 跟他的同伴说 别怕 他一定会回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经没办法 满足外面的现实世界 太平淡了 这不跟吸毒似的吗 差不多 差不多 然后果然之后 几分钟之后 那个女的就回来 他说yes 我没办法再满足了 完全不能满足我 只要在梦里面 我进你的梦 你进我的梦 才好玩 Facebook一样嘛 上网一样嘛 年轻人都是 我进的梦里面